彰化名泉路市场里有家60年的肉干老店 第三代老板邱信翰 他跳脱传统的框架 找了在地牧场 同时也是全台湾唯一成功育成绵羊猪的牧场来合作 他特别使用这块许多米其林新级餐厅指定的绵羊猪来制作肉干 让它口感软嫩不干柴 加上匈牙利红椒粉与奥勒钢叶调味 淡淡的意识风味更显得肉质鲜美 同时也是许多人逢年过节伴手礼的首选 而邱信翰的创意 让这块在市场里起家的肉干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腾腾口味的肉干 下上来自日本金泽24K的金国 换上新装后华丽变身 加入青花椒的肉干 麻香十足 尝一口鲜麻后药的滋味让人印象深刻 就连许多米其林餐厅实地使用的绵羊猪也不放过 这回肉干老店结合义式香料 完美演绎新奇美味 棉羊猪猪吃起来的话它蛮软嫩的 然后它的香料蛮特别 因为吃起来就是会有一种意识香料的感觉 青花椒口味是我的最爱 对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很香 对 然后你吃起来又不会像化学的那种味道一样 因为小姐说它们是用青花椒下去做的 对 然后咬起来有时候还会咬到那个青花椒的籽 对 后期又麻麻的 我个人觉得很像在吃麻辣多 突破框架的肉干来自彰化名泉路市场里的六十年老店 第三代秋信翰传承爷爷的手艺跟精神 同时也在口味上不断创新 所以你是要自己吃的吗还是要送你的 我要送你的 你要送你的 像我们这次其实蛮有推荐我们一个棉羊猪系列的肉干 棉羊猪 对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其实从以前我爷爷他在制作的时候 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他希望在食材上我们可以用不要去偷风减料 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原则 对 因为它是一个成型 对 然后再来 他会希望说不要去添加其他有的没有的东西 我们现在要去田尾 我要去找我们 就是我上次找到一些资料 就是绵羊猪的部分 因为台湾有一个 就是他成功在这一两年内配种 匈牙利棉羊猪的一个大哥 好牧场找食材 这已经成为秋姓汉的日常 它棉羊猪其实最大的特色是很肥 但是它最棒也是它的油脂很棒 所以它的不薄黄酸最高 然后它的中性糖含量高 所以它吃起来会有甜味 再来是它的甜味比较实 所以它做饭养得比较紧 但是它肉吃起来是比较嫩 这里是彰化田尾 也是全台唯一成功 孕育出民养猪的牧场 这种猪的特色是第一个 它毛很多很长嘛 然后再来是它的油脂很多 另外一个是它的肉色很红 因为它铁质比较高 然后它的不薄土黄酸比较高 它肉也比较嫩 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好吃又健康的猪肉 不同于一般的养猪浓 除了饲料之外 张顺哲还让它的猪吃红萝卜 其实我们跟东式的红萝卜合作 用它们安全又好吃的 非规格品的红萝卜 然后让猪吃的好处是 散下去的时候他们会很高兴 这是第一个 他们就非常的愉快 再来是我们有跟中英大学的老师合作 去测肉质有没有比较好 然后发现第一个它的抗化性比较高 然后再来它有含北达胡萝卜醋 然后我们经过品评 它的肉质比较清甜比较好吃 渐渐地走出自己的路 现在它的猪也是许多米其林的 新级餐厅所指定的食材 尤其名羊猪量少珍贵 但它还是愿意跟邱星翰一起合作 打造出属于彰化的在地风味 肉质好不好吃 其实它的脂肪决定大概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啦 因为其实风味很绝大部分 都有累积在脂肪里面 所以我相对来说 如果假设米洋猪的脂肪那么好 我们来做肉干经过 杏翰他们的三代传承的技术 就会把它的里面的风味 诱发出来 然后打造出台湾特别的一个很顶级的肉干 相信一加一大于二 嘴秋杏翰更加努力研发 它的瘦肉的比例 我们会觉得说拿来做肉干 它的软韧度 应该都会比一般的白猪 都还要来得软韧 对 原因在于 因为它在官方的数据里面 它有一个简粒值的测试 简粒值测试 它比一般的白猪高出了百分之六十八 对 所以所谓的简粒值是说 它在咬壳 以生肉的状态 在咬断的一个阶段上 它其实呈现这样的数据 所以它的软韧的口感跟饱水度 是比一般的白猪还要高 也因为绵羊猪脂肪含量高 瘦肉比例低 因此去精去膜要更有心 在里面这块子 这个它就去不掉了 可是这个就一定要 刀子进去 把它去掉 才有办法 对啊 所以还是 机器还是 有部分其实还是要人工 我们为什么要做去精膜的动作 因为本身 你如果油脂含量太高 它会有油耗味 而且你做出来的肉感 会非常非常的油 那如果你流筋太多 客人吃起来的口感 会咬一段 将去完筋膜的后腿肉 切坏后搅碎 在研发的过程中 邱欣泰也不断地被质疑 但他心中始终只有一个信念 那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它的价格这么贵 对 然后 这个食材这么贵 为什么会拿来做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 它本来就应该要有人去突破 对 既有的框架中 肉干大家都认为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框架 它就是应该这样做 它就应该拿什么样的东西 可是其实在回归 我爷爷的那个核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他所做的 是在这个产业框架以外的事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突破它 在调味上 秋欣汉试过水果口味 以及传统的肉桂香 但都因为绵羊猪的含油量 无法控制而失败 事到最后才发现这块肉 与匈牙利红椒粉 奥勒刚业最对味 因为绵羊猪它本身是一个很顶级的食材 对 那我本身又不想要让它本身猪肉的风味的部分 因为其他的调味的香味去把它掩盖住 所以我再次用一些比较轻柔的 益式的一些香料 像说匈牙利红椒粉 奥利钢 这样子的方式下去做一些轻柔的调味 挑战不同的食材 但秋欣汉在制作方面却十分遵循传统 竹台它还是有它的特性 因为本身它会吸附油脂 因为它有毛吸孔 对 所以肉干本身做起来 它就可能会有油脂感 对 可是现在用其他的抗粘点的工具 下去做的肉干 它反而会呈现一种油腻感 太过油腻 太过软嫩 对 那会变成肉干很容易就坏掉了 高温隧道逼出油脂香气 美羊猪肉干吃来口感较嫩 又带着淡淡的意识风情 更显得肉质甜美 我觉得比较软嫩的 跟一般肉干比较不一样 它比较顺滑 对 不会像一般肉干一样 可能就是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偏硬 对 然后它的入口的滑嫩度比较好 对 而且我觉得它口味比较偏稀释 对 它比较 有点像我们在吃意大利面 或者是比较稀释的料理那种口感 跟我们平常吃的肉干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比较跳脱传统 一直在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努力 这是他在爷爷身边学会的事 即便在食材上有比较便宜的选择 但他还是不愿意使用美猪 明日少赚一些都不能违背这块招牌 我觉得消费者他自己会去选择 那至于会不会去影响 我觉得可能会影响的是肉品的价格吧 因为工需上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在这边 可是对我们来讲价值不变 对 我们还是用台湾做的 他始终认为只要用心制作 才稳每一步将品质固好 并且积极研发新口味 才是自己该做的事 那是有一次我们在吃麻麻锅的时候 然后突然吃到了青花椒这个味道 然后我们觉得青花椒本身有带 莱姆跟柠檬的这种香气 而且它种麻而不辣 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觉得非常棒 然后目前在市面上其实是 没有任何的肉干的业者 是来做这个风味 对 所以我们想说 把这样子的元素 去把它带进来肉干里面 将青花椒粒磨成粉后 与红花椒一同加入醃料中 当初为了调配出完美比例 花了半年时间 实验了33次才终于成功 在制作上的话 其实做青花椒口味 它其实有两个非常大的 一个很大的关键 第一个就是它的麻味 第二个就是它的苦味 那大家很好奇 它本身的东西本身就带麻辣 为什么会没有麻味 因为我们是用天良的食材下去做 对 我们不是用一般的精油 因为像精油下去的时候 或是化学的香料跟香精 下去的时候 它其实它的味道就非常明 甚至连你包装一打开 你就可以闻到 坚持不用化学香精 于是他挑选了六种辣椒粉 就为了带出青花椒的麻香 但问题又来了 青花椒粒的苦味 没想到吃来这么明显 最后在师傅的建议下 调整了烘烤的方式 因为苦素它会绽放 而且会非常一直绽放 最大的原因是在于温度 对 温度越高 它的释放的苦味会越重 所以你在低温熟成跟高温烘烤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两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 那做出来的青花椒 它就不会有苦味了 看得见花椒粉的肉干 每一口都是秋心汗的真心诚意 也是他对爷爷的承诺 回归食物最原始的本质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家传三代的老店 在不断的创新与突破下 走出市场跨界结合 挑战肉干的极限 但不管再怎么变 秋心汗那份守护爷爷事业的初心 从不曾改变